一代妖后贾南风即将被抓 此时他还在和男人玩耍 殊不知司马伦军队已经杀进皇宫 他们一部分人马闯进皇帝请殿 控制住了傻子皇帝司马忠 有了他就等于有了源源不断的诏书 可以号令百官 贾南风听到风声 让董猛去调兵 他要躲到皇帝宫中 料想没人敢惊动圣家 结果话还没说完 凶神恶煞的士兵就冲了进来 领头的竟是自己姐姐贾全的儿子司马九 景致为何如此 有赵收 赵当从我出 你而来的赵叔 带走 慢 启示者谁 赵王 梁王 整个贾家遭受了灭顶之灾 贾武和韩寿这对夫妻 在睡梦中被叫醒 直接被抓走了 贾密被人骗到皇宫当场被诛杀 罪冤的还是张华 裴威等人 他们一心为了百姓 兢兢业业治理天下 想尽各种办法拯救司马玉 结果还是以妖后同党的身份被司马文抓住 直接在大殿前斩杀 只有杀了他们 司马文才能拿到真正的尸权 贾南风被废为树人 坐着一辆简陋的牛车 被押到了金庸城 贾树人 你相信因果报应吗 在金庸城这个地方 他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如今他也来到了这里 真是因果循环 恍惚中他看到了很多之前被他害死的人 男的有杨俊 司马亮 魏冠 司马尾 司马玉等等 女的有杨指 周莹 谢酒 蒋骏等 他每天都活在惊恐害怕之中 最终被司马伦送来一碗金蟹酒 了结了罪恶的一生 此时45岁 坚定起家的贾充一家也一败涂地 刚刚上台的司马伦还不如贾南风呢 贾南风还维持了七八年的和平时间 而司马伦一党道德低下 缺乏治国能力 党与之间勾心斗角 在政治上毫无建树 后来甚至篡夺皇位 自己称帝 人心不稳 随即引发了三王起义 在许昌的七王司马九 联合长安的和间王司马鱼 叶城的成都王司马尹 抓住起兵讨伐司马伦 司马伦与孙秀新兵反击 战败 死者近十万人 司马伦后来也被囚禁于金庸城 也被刺金蟹酒而死 毅然的因果循环 至此 司马伦一党也被消灭 但八王之乱还没有结束 在余后的几年中 司马家的几个王互相厮杀 爆发了几次大规模战争 只杀得中原凋毙 生灵涂炭 北方百姓水深火热 民不聊生 最终西境终于灭亡了 在后来五湖乱滑 北方汉人战战兢兢地活着 由贾南风引发的八王之乱 导致了中华大帝三百年乱世 造成的灾难难以言表 令人痛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